第二棒是王中平跟余浩然 两人为了家用 又会引起什么样的唇枪舌战啊 我老公呢 他一直活在他小时候的物价 就像刚刚的水果事件 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台湾 有时候雨下的多 可能香蕉 西瓜 某些水果就会特别贵 但是小孩子呢 一定要再长大 一定要什么样水果都要吃 所以有时候我可能买个香蕉 他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这么贵 我说因为就是下雨下太多啦 对不对 果农 他说可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香蕉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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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时候的时候 西瓜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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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永远都觉得 老婆买任何东西都贵 我不能问吗 钱都在你那里 那个 车子是他的名下 钱存在他的户头里面 我连手机都是他的名字 那我还不能问吗 然后每次赚的钱都交到他那边 我才跟他领钱 领微薄的车马费 我都没有像叉明哥拿什么给你签好不好 你一次拿三千块给我 你要我签什么东西啊 你跟他说这个 你一个月利用钱 你那东西都有问价钱吗 我买东西我也是 因为只有那个稍少的钱 你要买那个 我听你在放臭 你要买香蕉 你要买香蕉 我要买东西的东西就是看 实不实用 实用了 应该用了就要买 没有 没有 你要看的是 是想要跟需要 美姐你忘了你们节目的窗花跟锯子吗 你买那么多窗花 你买东西是不是一次都买量很大 买量很大就是因为呢 你要知道你如果买一样就贵嘛 买十样 它就开始可以杀价了嘛 比如说一个东西如果说买一样 等一下 它是20块 你什么时候杀过家 苏平哥我老公说用不到 多花一块钱都是浪费 你老公说的话你都有听吗 漂亮漂亮 什么时候感情变这么好了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你老公啦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眼睛看吗 我跟你讲 回到你自己的主题 你买多 你到底买一次买多少 白柚买10颗 买10颗你要知道它送两颗 那是白柚 12颗白柚 12颗 放到坏掉 白柚很大 那个白柚 那个白柚 你要知道 那个是第一个是当季的水果 甜 吃最好了 而且那个东西吃了之后呢 你们女生就是排泄会顺畅 对 12颗白柚都是我剥的 好辛苦喔 难怪我想播都没得播 什么 你吃的口饭喔 好烂喔 你讲有点心虚耶 然后呢我想吃橘子 我想说买个五六颗吃一吃 他带我开车到新竹 入肺油肺去摘橘子 摘了大概七八十颗回来 哦 太多了 为什么 其实 你 你的油肺 所以要吃牛肉 要先养牛是不是 你搞错重点了 对 你知道吗 因为我是爱你 所以 我是要带你去看风景 去出游嘛 我要让你知道 原来橘子是长在树上 是在树上 要让你了解 为什么你是因为爱它 对 动不动就摔我 也不问我要什么 对 这样讲也很有道理喔 那我就是要至少让你知道 哦 摘橘子的乐趣 丰收的感觉嘛 对不对 而且回来 回来 你可以带我到阳明山 会更紧 动不动就说爱我 也不问我要什么 给一个做不到的承诺 没错啊 就是啊 因为我现在来自动吧 对啊 不要动给自己跳 等一下 你要知道那天 有多少回忆 除了说 付了那个钱以外 小孩子都拍了照了 儿子女儿也跟着一起去玩了 对不对 花了那么少的钱 得到乐趣 所以你说这首歌 你还是不知道我要什么啊 你还在讲橘子啊 可是哦 对啊 可是我真的耶 我这边真的要讲一句话 因为你想吃橘子 他还有那个热情 站起来 开车 然后带你去橘子 你要知道 你知道还有这个热情 都值得感恩 多少关系是 你要吃橘子 跟我什么关系 是 是没有回应 我老公不是会跟我回应 我唱一首感恩的心 也是啦 妳要知道 對啦 其實皓然我知道那種感覺 可是 妳說像我走過婚姻啊 我真的很深深的 妳們剛剛那個抱怨 我都有覺得 有時候覺得說 其實要換另外一個角度想 這個人還站起來 開車站裡去橘子園 摘橘子 他願意站起來行動 這件事情都值得感恩 阿拉傳給我 美人姐 我超... 美人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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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知道 我開到中和就已經在打瞌睡 硬撐得到新竹 對啦 他那次是還蠻感動的 因為他後來有跟我說 他還請那個果農 留一顆不要摘的橘子 一顆橘子樹 一顆樹給妳 因為我眼看了就是被摘光了 我就請他說留一顆不要摘 好啦 那白柚就是錯啦 白柚 白柚可以滿久慢慢吃啊 弱了 這時間總有兩件錯的啦 OK 他就是感人的收場 來來來還我 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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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也要很感動啊 他願意把蠢往自己身上 是啊 是啊 這老婆就拿蠢 好甜蜜喔 雖然說他本來就是蠢了 喂 你還硬要補有沒有 沒有我這樣聽啊 可能是我自己走過婚姻的喔 嗯 我都覺得 這樣的衝突 其實我們一定要從另外一個角度去 去珍惜這個感覺 就是說 他還有站起來 也許 男人有時候真的給妳的東西 不見得是妳要的 嗯 但我們女人也可以講說 那就是不是我要的嘛 她給我那幹嘛 妳也可以這樣子啊 對 你可以任性到幾歲 嗯 所以我一直在忍 哈哈哈 哎呀 你沒聽到美人姐的重點啊 不是用忍的 是發自內心去感受對方的誠意 那個出發點 我很好笑的 同樣的 男生也應該去感受一下 他做這些動作 的出發點是什麼 對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那當然就是 金錢的花費那個是 但是很多夫妻 最後沒有辦法相處的 最衝突的一個價值觀的一個問題 嗯 OK 像如果 有人跟我挑水果買太貴這個事情 哦 不行 我就會想辦法自己賺錢去買那個水果 我的個性帶就這樣 對 你叫我去學會那個有沒有 嗯 我就沒有辦法 可是 那是我以前的觀念啊 可是如果真的愛這個男人 他在這一點過不去 我們就把這個 處理一下 我們不會很困難 也不會 少一層皮 就給他一個 而且你下次根本就不用自己做 你就叫老闆講 我們人口長明 股毛鹹 又閃 又股毛鹹 哈哈哈哈哈哈哈 拜託耶 太冷了給我了 不是 拜託耶 你每行都給我寫 好 我錢照顧 你都價錢寫一半 我這張拿給你給我看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聰明哦 很拉韻耶 你如果這樣 以後我送禮 我都會找他買耶 然後他通通 有一半的差價 他都要補哦 對 他要補哦 那個就不管我們是送禮 不是送禮